大家早上好 继续分享新闻 出演韩国综艺妻子的味道的陈华 贤素元 近日来接连传出各种大料 而28日再次引发舆论的贤素元 决定从妻子的味道下车 贤素元夫妇从妻子的味道中下车 并没有对捏造传闻做出回应 引发了批判 贤素元28日通过自己的ins 传达了从节目下车的消息 贤素元说 谢谢各位观众这段时间以来的厚爱 不知之处我会好好地学习后再回来的 与此同时公开了和丈夫陈华 以及她中国的公婆女儿的全家福 算是间接表明了将忠实于家庭 而不是节目的意志 妻子的味道方面 对表示贤素元从节目下车 接受贤素元的意愿决定那样做 最近贤素元被卷入了妻子的味道 捏造传闻之中 此前贤素元通过妻子的味道 公开了她中国公婆家的别墅 却被怀疑是网上的诉所 并且贤素元最近从通过节目解释了和丈夫陈华之间传出的离婚绯闻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妈妈也就是贤素元的婆婆 给在中国的妹妹打电话 否认了她们夫妻俩离婚的传闻 对此也有人质疑妹妹的声音和贤素元一样 电视台表示贤素元对相关争议全部都选择了沉默 以SNS和离婚传闻等为妻子的味道制造话题的悬素元 对于出演人员的争议 没有给出让人痛快的解释的电视台 正可以看作是如实展现了电视台对待嘉宾的态度的例子 利用红火的出演嘉宾以及她们的话题 却在争议之中干净利索地划清了界限 看来是很难避免不负责任的批判 贤素元也依旧继续着选择性的交流 在传出下车的消息后 贤素元再一次在SNS上发文 上传了女儿的视频和谢谢各位的担心 我的女儿在我身边笑得很开心的文字 观众好奇的不是她和女儿的日常 而是明确的立场 看不清大流的沟通只会让人反感 谢谢